我在最近也有二三十年了 常常劝勉同学们 最基本的 我们要想念佛功夫得力 首先要放下自私自力 要放下明文立阳 要放下无欲六尘 无欲是财色明识睡 六尘是色身香味粗发 要把这些东西放下了 还得要放下贪嗔吃饭 尽量的去放 这十六个字都放下了 自私自力 明文立阳 无欲六尘 堪称之慢 这十六个字统统放下了 有没有入门呢 给主说没有 这十六个字统到了啊 你在佛的门口 我带你们到门口 那就差一步啊 你就可以进去了 进去我这个标准不行 我这个标准只能到门口 进步呢 要用佛的标准 要用经典的标准 经典标准比我的标准高 但是主要晓得 我这个标准做不到啊 经典的标准 你是决定做不到的 经典的标准 尽私烦恼啊 你得要断这个 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见乎经上讲得很清楚 三界八十八品 世尊教学 方便起见 把他归纳为五大类 好记忆了 这五大类头一个 身界 不再执着身是我 对 身界就破了 身是假的 不是真的 因为你有身界 执着身是自己 太苦了 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 就从这个执着变现出来 这个执着没有了 六道就没有了 你看啊 有许许多多人 包括念佛的人在内啊 灵敏忠实 还执着身是自己 不肯发现 佛来借淫 去不了啊 你爱这个身呢 你不会跟佛去啊 你麻烦这次的 一定要知道 这身是假的 佛讲得很清楚 身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衣服不是我 你要认清楚 身体也不是我 我所有的 跟非衣服一样 年岁大了 身体不太好用了 用旧了 就了换一个嘛 换个新的嘛 在六道里面轮回 就是换身体啊 所以身体不是自己 换身体 自己又做不了主 这就很可怜了 自己能做得了主的 那是谁呢 阿罗汉以上的人 四圣法界的人 他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啊 六道凡夫 自己都做不了主啊 乃至五色界天人 他也做不了主 那五色界的寿命长啊 长也有近的时候 寿命近了 他就往下堕落 如果他能做得了主 他怎么会堕落呢 那怎么再去搞轮回呢 这做不了主啊 我的意思 就是主宰的意思 自在的意思 这两个意思 我们这个身上都没有啊 佛法里面有没有说我 我们在前面读过了 确实 大半裂盘里面 有长乐 我尽 叫四德 啊 有发生 有发生 般若解脱 叫三德 这三德里面 都有啊 各个都居足 长乐国境 四德 四德 啊 有真 真能做主 真得自在 啊 所以这些都要清楚 要明了 啊 不执着这个身 啊 不留念这个身体 啊 身体都不留念了 何况身外之物 啊 身外有人呢 你自己有家亲眷属 你也晓得 你家亲眷属 那个身体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啊 他也 做不了主 他也不能保住 啊 由是可知 人在世间 不能不修德 不能不吉德 啊 啊 修善既得 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将来换身体 就越换越好啊 啊 比现在好啊 啊 如果 不修善 不吉德 你换身体 就越换越差了 啊 来生会换成出生生 换成恶鬼生 啊 那就差很多了 啊 所以这些 都必须 要明了 啊 要搞清楚 啊 所以要破身界 啊 啊 要破边界 边界就是对立 啊 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不好 这个念头是 所有烦恼的根源 啊 放下对立 烦恼就去了一大半 了 许多烦恼都从对立的 就产生 啊 所以这个念头 非常非常不好 啊 对别人不利 对自己 更不利 啊 你能进去想想 对别人不利 只有三分 对自己不利 有七分 啊 这不能不知道啊 啊 再就是成见 我们今天讲的主观观念 这是错误的 啊 错在哪里呢 大臣经教里面 佛告诉我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你要明白 这个四十真相 你才晓得 成见是错误的 那一切法 不可得嘛 无所有嘛 你这个晨见 不就变成妄想吗 无论是 阴上的晨见 果上的晨见 通通是妄想啊 那这个东西要放下了 那你才能够 正得 虚头环顾 小臣虚头环顾 大臣里面呢 像华严经上讲的 是欣慰的菩萨 初心 你真地入佛门 虽然是小小人 刚入门 像小学一年级 经上告诉我们 他是圣人 他不是凡夫 虽然还在六道 还没有能力 出六道轮回 但是这样的人 就是一尽正德 这个初心位的菩萨 虚头环 小臣虚头环 他在六道里头 决定不跺三个道 为不退 他只有往上提升 他不会往下堕落 他有七千 天上人间 最多七次 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如果在这个阶段当中 他要念佛求生净土 生到极乐世界 他们不生在凡圣同居土 因为他是圣人 他身在方便有余土 不一样啊 方便有余土里面 下下品 超过凡生同居土的上上品 他在凡圣同居土上面啊 所以 应当要放下 世间人最难的是情职 情职比其他的还难放 一切都要放下 一切都要放下 什么都是假的 别当真 你就自在了 你心里就清静了 烦恼清智慧就涨了 下面解释几个字 这上面 精光明文句里面说 智慧者 赤道新年 尽心事迹 顾列 智慧 下面解释几个字 赤 赤底的意思 道是道达的意思 既由子到家之道 这个比喻很好 家是哪里呢 极乐世界是假了 没有回到极乐世界 都在外头流浪 六道轮回是流浪 设法界也是流浪 回归到极乐世界 这就真的回家了 由子到家了 心里自信之本源 近穷尽 世纪 即本金中 真舍之计 这就前面讲的很多 就是真如自信 这个心里 也是真如本性 都是说的一桩四起 信要 他的意思是 信顺 完全相信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随身佛陀的教会 所闻之法了 而爱要之 这个不念落 你要 要是爱好 非常的爱好 皆信心 皆信心欢喜 就是这个意思 又知的真也 成的实也 信的 中也 实也 信的 真 真也 实也 成也 厌也 满也 中也 他有这么多意思 在里头 这个信 可见的 我们用这个标准 来检验自己的信心 你就会知道 我们信心不足 这个信心 是不是真心 有问题了 是不是实心 是不是 诚信 都有问题 是不是通过 检验 波氏迷信 那 是不是圆满的信 是不是 忠信 这个忠 你看 心子里面有个忠 不拼 不携 这叫忠信 拿这些字来锦印 就知道 我们的信心 不圆满 所以我们念佛 还是没有感应 性的特别问题 大师之菩萨所说的 尽念相及 我们那个镜子里头 不圆满 有疑虑在里头 有架杂在里面 不但是 念佛有架杂 我们信心有架杂 我们的运行 我们的运行也有架杂 可见功夫不纯 感应 就不先前了 如果真正做到 信心清净的时候 大师之菩萨讲的很好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是感应 信心清净是因 祝佛现前是果 我们没有见到佛 佛在哪里 一切实 一切处 他都在 佛没离开我们 只是我们跟他的频道 接不上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信心真不容易 我在找您 出家 我33岁出家的 35岁受戒 佛门里面归去 受完戒去拜老师 离开戒谈 回去之后拜老师 我的老师是居士 不是出家人 李炳南老居士 我的经教是跟他学的 在佛法里面来说 我们的关系 我称他做和尚 他是我的和尚 所以诸位要下的 和尚这个称呼 出家可以称呼 在家也可以称呼 比修 比修你可以称呼 在家女居士也可以称呼 这是印度话 意思是什么呢 翻成中国意思 清教司 你的法是跟他学的 他直接知道你的 这个人就是你的和尚 所以佛门这称呼 一定要晓得他的意思 一说和尚都是出家人 错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和尚什么意思 出家人是比丘 比丘尼 这个在家人不能称 主要知道和尚能称 法斯能称 阿尔赛里都可以称 佛教名字都可以称 只有沙米 沙米尼 比丘尼 比丘 这个一定是出家人 这在家人不能称 所以诸位 从称呼上 你就了解 佛法是私道 这不是宗教 和尚是老师 亲教师 现在的时候 大学里头 指导教授 学校老师很多 不是亲自教过我的书的 不称和尚 要称阿尔赛里 就是我们一般讲称老师 指导老师 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 他是我们学校老师 没上过我的课 所以有分别 通称法斯 法斯未必上我的课 我未必跟他学 但是称和尚 那就是一定是 你跟他学的 这位老师 关系非常密切 称阿尔赛里 那是很尊敬的称呼 虽然他没有教我 但是他的德行 他的学术行持 都能做我的榜样 是这个意思 念老跟你解释 解释得很详细 解释得很清楚 让我们深深地去反省 我们的信心 正不正 我们的愿心 这个修学 和紧接 都在此地找得到标准 要 要者 欲也 愿也 爱也 愿也 欢也 喜也 喝也 庆也 你看说这么多 爱好 爱好到什么程度 这里是分等级的 这八个词 里面全身意义不一样 我们对这个法门 对极乐世界 对阿弥陀佛 我们喜爱他 喜爱到什么程度 喜爱到极处 那是喝也 庆也 要恭贺自己 要庆幸自己 不容易遇到 八千万计 难遭遇 我今天遇到了 你说多么欢喜 顾 智心 即使 真实 成满 智心 啊 念悦 爱悦之心 欢喜 庆幸 之心 一如是之心 而心之 要之 这就讲一个字 心 我们 我们如果对这个法门 真的相信 到这个 这个程度 跟阿弥陀佛 跟极乐世界 就有感应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一念佛 那怎么会一样 我们今天也信 也罚愿 古人所说的 陆水于道信 不欠悟啊 李老师 有一天 这个 这个 奖金的时候 我们有个同学 也在听 突然有个人来报信 他家邻居的房子 是火了 他这是怎么办 是还继续留着天经 还是赶快跑回去救火 这马上就考验出来了 那这个朋友很难得 他听了之后 知道了 得到大法回去 还是继续听听 今天完了之后 再回家 这就不容易啊 有些人一听到 听到的时候 有些思乎 他就 心就乱了 像这些地方 考验你的信息 你还是顾忌 你家的财产重要 还是这个 求道的信息重要 信那个真心呢 很难得了 非常非常 不容易啊 真心 那就真起作用 善根 身口意 三叶至善 故不可怕了 你看 身口意 就是十善意 讲善根 不贪不辰不辰不辰不辞 这是根啊 根在意里 如果真的 不贪不辰不辞不辞 他身上下自然就做到了 不杀不辞不辞不辞 他就做到了 口里面 不妄语 不辞学 不其余 他做到了 真做到了 如果 这个意里头 没有这三个根 身口就守不住 我们今天 特别在三三根 再加个两条 我们要好好守住 这两条就是 傲慢 怀疑 贪嗔痴慢疑 五个善根 特别对 圣人教会 傲慢 是非常非常大的障碍 一定要学谦虚 学恭敬 释出时间 一切善法 都从恭敬当中 得来 印族说得好啊 一分恭敬 得一分礼 二分恭敬 得二分礼 老师在课堂上课 学生很多 这一堂课下来之后 每一个学生得的利益 也不一样 为什么呢 对于扩程 对于老师 恭敬心不相处 十分恭敬的那个学生 他就得十分 三分恭敬的学生 他就得三分 没有恭敬心的这个学生 什么都没得到 一点都不假了 年轻年前是汉朝 汉朝有个大辱 郑康臣 郑学 年轻的时候读书 他的老师 叫马荣 也非常有名 汉书里头都有传 官爷做得不小 相当于现在的部长 也是大辱 也是大辱啊 学生很多 跟他学的人很多 这个老师很厉害 老师常常提起 他的学问 学生当中 只有一个人 完全学习 就正看着 怎么学 怎么看出来呢 修学的心态 听课的时候 专心 三年 从来上课的时候 从来没有的时候 眼睛看看外面 就看老师 专注 在扩谈的时候 没有一个杂念 所以老师对他很佩服 老师也预料到他 将来这个学生的成就 超过自己 果然没错 真超过他了 超过他太多了 所以就看你 能不能专注 这些细节里面 能够看出个人